大家好,我是陈飞。 这里是西安市临通区的寒玉, 四地位于离山的西路, 坝河的东岸, 是史书中所说的指灵的位置。 宣太后, 前昭相王及唐太后, 前孝文王华阳太后, 以及道太子的灵源都位于这一带。 现在我带大家转一转。 上次我们去了咸阳园上的秦桧文王营寺 和秦武王营档的灵源。 秦桧文王和秦武王的灵墓是平地起庭, 风头堆比较大也比较明显, 而指灵这边建于离山的西路, 一山建灵, 经过两千多年的风吹日晒, 人为的破坏, 现在的话, 基本上找不到灵墓的具体位置所在。 我在这边发现了一个比较小的风头堆, 这边也没有墓碑, 所以话也不知道这个具体是谁的, 但是它位于指灵的范围之内, 可能也是秦代的灵墓吧。 现在的话, 带大家转一转。 指灵这边, 宣太后, 前昭先王, 唐太后, 前孝文王, 华阳夫人, 以及道太子, 据说都是埋葬在这边, 但是具体在哪里, 因为还没有考古发掘, 所以的话, 也不太清楚, 只知道一个大概的位置。 这个方向应该是西面。 人会是西面。 这个风头堆的周边都是 买田 田地 今天的天气不是很好 有风 早上出来的时候 还有太阳 现在的话是多云一年 这个方向大概是东边 这里的地势就是东高西地 这个方向大概是北边 秦始皇帝的陵就在离山的北路 大概就在这个方向 一直往北 这个方向是西边 长安也就是现在的西安 就在这个方向 中边都是外地 村庄 然后的话 上边这个村 东边这个村庄的话 再往东 还有一个小的风队 现在过去看一下 指令这边又被称为秦东陵 因为位于秦渡咸阳以东 所以被称为秦东陵 马上就到小村庄了 中央的麦迪 麦迪安 这是刚才的风队队 现在在应该是南边 有一个沟 听村民说里边还有小河 这个方向的视野也比较开阔 这个位置的视野也比较开阔 现在咱们上去 这里面刚放过的土地 有一个沟 由于稻木比较猖獗 所以的话 国家把这里圈起来 而且放上警示牌 和刚才的风队队一样 没有背景 也不清楚了 到底是谁的领域 大家看一下 这个方向应该是东边 比刚才的地方 地势高一些 这边应该是西边 今天的天气不是很好 远处的雾比较大 如果是晴空万里的话 应该可以看到西安市 西边 这个方向的话 据说是 秦赵先王和唐太后的 和葬就在远处 一号并远吧 唐太后就是唐八子 是孝文王迎住的母亲 现在不是能听到喜鹊的 叫声 刚才说过了 这里是伊山建林 所以的话 现在的话不太明显 只能看到 一座一座一座的山丘 这边是北边 再往过去的话 秦始皇帝林 就在那个方向 这里的话保护的没有 秦 秦 秦 汇文王迎寺和秦王迎荡的 零元好一些 但是的话也不是 非常失望 毕竟发现了两个 比较小的风土堆 下一次 我们去 秦庄先王 毅然 紫楚的 陵园看一下 该陵园据说位于 西安市的寒森寺 本来我想从 秦孝宫开始的 但是我也不知道 秦孝宫的陵园 具体在什么地方 大家有谁知道的 可以告诉我一声 好了 回去吧 再看一眼 对面的山里 这里的地势确实不错 最后我想说的是 年轻人不要熬夜 一定要 保护好身体 大家看 秦 赵湘王迎寺吧 活了75岁 他的 太子 道太子 没有活过他 在他50多岁的时候 在魏国去世 在魏国去世 然后安国军 迎住 立为太子 迎住 迎住 当国军三天 就是 秦孝 秦孝文王 然后去世 然后的话 庄秦 庄秦 庄秦王 紫楚 毅然 比他父亲强一点 当了三年的秦王 然后就是 秦始皇帝 迎政了 在下山的路上 碰到了这个石碑 是 陕西省人民政府内的 关务保护单位 秦东陵 石碑 上面写的是 秦东陵 发现于1986年 现碳名有四座陵园 面积24平方公里 保护范围为 东至 三 总坡村 西至 寒域 谷河道 南至 景深沟 北至 五家坡